地藏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有缘 依照经文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应当地度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么苦 这还得有缘 我们天天念地藏菩萨圣号 我引述经上的两句话 地藏菩萨自己说的 有很多众生没有听见我的名字 不为名文 云和悬念 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听到 怎么念我的名字 对于这点我们有些怀疑 我们天天在念 怎么说还没听见地藏菩萨的名号 粘茶善恶夜报经上是这样讲的 要有至心 用粘茶轮的时候 一定要至心 没有至心 就没有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 也就是跟地藏菩萨不相应 监禁信菩萨问地藏菩萨 你说一切众生要学习忏悔法 要我们拜地藏颤 要得至心 若不能至心 什么现象也得不到 甚至于不为名文 云和悬念 根本没有听见我的名字 又怎么念呢 也就是说没有念 明明在念 我明明听见了 为何没有念 你不至心 粘茶善恶夜报经说 若比众生虽学忏悔 不能至心 不获善向者 涉作受享 不为得戒 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学法的时候 往往没有依法去做 受了三归一 你不行三归一 还算佛弟子吗 受了五戒 不持五戒 算得戒吗 含义就是这样子 坚静信菩萨就问地藏菩萨说 你所说的至心 什么样才算至心 何等为至心 这时坚静信菩萨问他 地藏菩萨就答 善男子 我所说至心者 略有二种 何等为二 一者初始学习求愿至心 二者设意专精 成就勇猛相应至心 得此第二至心者 能获善相 此第二至心 富有下中上三种差别 大家从我念的这一段经文 就可以知道至心的重要 《十轮经》后面的经文 也会讲解 前面是总说它的功德而已 并没有说它所做的事实 但是学经的时候 要先把这不经的含义 互相矛盾之处找出来 解决你认为有矛盾的地方 先把怀疑解决了 以后才能够置心 深入 才能够得救 才能跟菩萨的愿力相应 跟你所求的相应 如果不依法 不依法就是学法 而不依法 这是我们的通病 学经 不依照经 这又怎么解释呢 很多学佛者 佛教他怎么做 他不那么做 之后 他还要抱怨 说佛法不灵 不是不灵 而是你没有做 或者做得不如法 一定要依法 有些事情在理上是可以通的 在世上是绝对不行 因此 懂这个道理之后 才明白 为什么一天拜颤 念地藏菩萨 好像还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还有在菩萨的加持当中 有一种很明显的现象 或者在梦中 或者看见地藏菩萨加持 你的灾难立即消失 立即可以明白 心开一解 或夜消失 这叫明家 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种明家 就是暗暗地加持你 一步一步地引导你 如果明义加持你 菩萨有智慧 我们没有智慧 就容易骄傲 或者梦见相好光明 你就到处宣扬加持 妖明妖利 昨天晚上 地藏菩萨对我放光 我好快乐 别人一听 你有成就了 赶快递红包 供养你 完蛋了 你就堕落了 所以 在求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这种圣解 不论学哪步 经一定要依法学 你不能超越 不是说顿悟吗 顿悟离不开是修 你别看人家开悟 一听闻就理解了 之后就得了书胜理解 得清静伦相 他不是现身 而是多结而来的 我们看工人 拿起工具非常熟练 一会儿就做好了 你搞得满脑头是汉 还摸不清怎么下手 而且做出来的成品还是次品 这道理是一样的 先懂得这个道理 你再来听这部经文的话 菩萨定力的加持 乃至于菩萨所在的国土 随便在哪个地方 好多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 你自己就可以感觉到 我没有看见 为什么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经上说的是这样子呢 这两者好像不相应 应当懂得这种道理 你连最起码发愿的至心都没有 只有心乐的至心 听到地藏菩萨很感动 这只是希求心 还没有达到至心 至心有一定的样子 发了至心 像勇猛精进心 还分为三心 到了身心 地藏菩萨就是我自己 我就是地藏菩萨 这样去观想就相应了 你所正道的境界自然就不同 像听闻到地藏菩萨就能够舍弃一切 什么都交给地藏菩萨的程度 我们还做不到 还有根据战查善恶夜报经里面所要求的 使用轮香的时候 应当怎么样拜 怎么样依法 求什么得什么 那得要有功力 勇猛至心 要24小时 不分昼夜颤拜 称颂名号 送地藏经 叩头礼拜 并不是依照颤本 拜一次就算了 要连续的 是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对我们凡夫 对我们现在的体力 跟我们的身心 依照菩萨的规定 我们做不到 那就要有加持 你只要真正去做 就有加持 以前有一位祖师 他就是以他的生命来修持的 因为他爱打瞌睡 昏尘特别重 就把自己割到必死之地 人人都未死 他就到悬崖上面打坐 看自己还睡觉吗 一睡觉 就落下去 落下就死了 这样子能制止烦恼 不成的 他坐一坐 支持不了就摔下去 维托菩萨就把他驮上来 他就问 何人护法 什么人把我就上来 护法维托告诉他 我是维托菩萨来护你 他一听就生骄慢心 他说 南瞻不周内 像我这样修的人 恐怕不多 维托菩萨说 像你这样的人 我看见太多太多了 像牛毛那么多 像你这样的骄傲心 我十节后 在护你的法 我十节不护你 维托菩萨就隐了 他一想 最初也没有求你护法 你护也好 不护也好 我还是照样修 他又坐 坐久了 支持不了 肉体是有限的 他又坠下去了 维托菩萨又把他救起来 你不是不护法我 怎么又护 维托菩萨说 你一念超过十节 我说十节不护法你 但这一念 精进心超过十节 当我们在危难当中 或者困难当中 有没有生起这一念 超过十节的心 有没有 经常说放下身心 我们有没有放下 自己很清楚 根据《十轮经》的这段经文 佛士达夫好 疑问菩萨说的 不是地藏菩萨 赞叹自己的功德 这是佛说的 佛说的这位善男子 就在他所应住的国土当中 由于他的定力 愿力 慈悲心 道力 只要他在那儿 那个地方就吉祥 不过也要这个地方的众生 跟他置心相应 不相应还是得不到 但是 有的地方又说 像在《地藏经》第十二品 佛对观世音菩萨说 这位地藏菩萨对此土众生特别有缘 只要众生有求 众生有念 都可以得到加持 要求不是这么严 而且地藏经第十三品中 佛最后嘱托 末法的众生 以你的神力 愿力 一定要救护 地藏菩萨就发愿说 在末法的时候 只要对佛法有一点的善根 一微沉 一滴水 对佛法有善根者 我一定救度他 让他得解脱 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至心相应 两者结合起来看 学法不能在文字语言上起执着 否则就会产生退心 你的心就不会制成 地藏菩萨说 对佛法有一点微沉 一滴水的功德 我都会救度 现在我对佛法有很多功德 我不止一滴水 地藏菩萨怎么不救护我 这样你就会生起抱怨想 佛法要面面观 实时修 要这样的来观